大家好 我是水務署的Irene 今天很高興在CIC這個talk 跟大家分享一下 水務署應用Beam的歷程和經驗 首先我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水務署是怎樣進入Beam這個大家庭 Beam的技術是怎樣融入我們的日常工作 之後我會介紹一下我們應用Beam的一些水務項目 接著我會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Beam應用裏面的五個重要元素 包括Speccation and Process, Data Sharing, Capacity Development, 和BIM for Water Authority 裡面最新的發展 我們都會播一些短片的 我希望可以清楚一點 給大家看到我們應用的例子 水務署應用Beam不算很長 我們和其他政府部門一樣 都是大概在2014年開始採用這些技術的 開始的時候不算很掌握 我們就找了consultants 幫我們在兩個現有的海水泵房裡 做一個Beam的模型 同時間我們就開始買相關的電腦設備 軟件 也都安排同事上課 裝備我們可以開始自己做Beam的項目 現在我們大約有30個Beam的項目在做 根據發展局的指引 所有大約3000萬的項目都會用Beam的 我們在這30個項目裡面 有大有小 最大的可以去到差不多80億的工程 而其中有一半都是我們自己的同事 負責去建立那個Beam的模型 當中這些項目裡面 都包括了水務處各樣不同的設施 例如雷水廠、海水化碳廠、抽水站、配水庫 和鋪設喉管的工程 雷水廠、海水化碳廠、中水處理廠 這些是水務處比較大型的建設 但是布雷水廠是在2013年開始做擴建工程的 在那個時候設計期間是沒有用到Beam的模型 但是工程期間成建商也積極用Beam來幫助施工 完成了工程的時候 我們就利用這個Point Cloud 點運的技術 就製作了一個進攻的Beam model 就是Expill model 就用來收取相關的資料 就可以方便我們日後 製作資產管理 我們在設計和建造的階段都會利用這個Beam model 除了大埔之外 其他的工程項目都是剛剛開始的 我們是很希望Beam可以配合其他的技術 例如Digital Works Submission System DWSS 幫我們提升了項目管理工程的質量 我們現在有幾個現有的抽水站 都建立了Beam model 例如小西灣海水抽水站 鋼線灣海水抽水站 大埔海水抽水站 大埔食水抽水站 而新的設施就有夏王儀甲食水抽水站 夏角度食水抽水站 水泉澳抽水站等等 在配水庫方面 有卓山2號食水配水庫 東涌2號食水配水庫 唐坑3號食水配水庫 馬灣3號食水配水庫 水泉澳海水配水庫等等 都是在設計階段的時候 已經建立了Beam model 有一些工程也差不多接近員工了 在鋪設水管方面 我們也有應用Beam的 例如上水及粉嶺新房屋發展供水計劃 上水及粉嶺供水改善工程 將軍澳水管枯設工程 東江水管P4號改善工程等等 這些我們都在設計階段的時候 已經採用了Beam的技術 接下來我們會播放一個短片 最後一會兒 在這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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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剛剛大家都看到我們幾個項目的Beam Model 如果是在我們設計期間已經做好的Beam Model 我們是會將那個Model交給成建商 方便他們施工管使用的 而員工之後我們也會收回這個As Built的Beam Model 用來我們日後資產管理的用途 看完我們的成果 現在想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是怎樣透過我們Beam的Romach 那五個項目推廣水務處Beam的應用 第一個就是要有一套標準的specification和process 這個當然非常之重要 我們在2015年就設定了我們水務處的標準了 經過了五年 我們現在也在推測我們這套標準 希望它可以跟其他相關的標準接軌 例如CIC2019年推出的幾套標準 我們也做了幾本Beam的Guide lines 是方便我們自己的同事就可以跟著這些guide lines 去使用不同的軟件和技術 而我們也是根據發展局發出的specification 去制定我們和顧問公司和成建商的合約 就是戰內所使用的Beam規格的 Data sharing是另外一個推動BIM的元素 要做BIM model 首先就要做好相關的Beam object 我們做Beam model的時候 也都是完成了一批Beam object的 去年我們都將這些Beam object 就放了在CIC的網頁 希望跟業界分享的 一直有新的Beam object 我們都會放上網 另外我們也都應用Beam 就會需要提到這個協同合作 collaboration 數據分享是協同合作之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將軍澳海水化碳廠工程項目 應用Common Data Environment CDE的經驗 這個是水務處第一個採用液滲透技術的海水化碳廠 由成建商負責設計、輕建和營運 項目設計相當複雜 有很多不同的設計團隊 而這些團隊也是分散世界各地的 有關的設計也都需要給水務處不同的部門去檢視和批核的 不同的團隊就需要用不同的BIM軟件 所以這個CDE在合作和溝通那裡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工程從2019年12月開始 到現在大部分的設施的模型已經是初步完成了 這個項目團隊和水務處都充分地用這個CDE的平台去分享 那個Model和一些設計資料 令到那個設計和審批的程序都可以更加詳順 Cabability Development就是裝備好自己怎樣去用BIM的技術 適當的訓練絕對是裝備自己的第一步 2015年起我們就已經制定了一些BIM的訓練計劃 因為BIM的課程種類很多 也都有不同的軟件 它們的程度也都會不同的 所以計劃就要配合不同的工作 不同同事的需要 也都要配合時間的 太早或者太遲 可能起到的作用都會有不同的 都會打得折扣 到目前為止 我們就已經提供了15,000多個小時的訓練給同事 隨著這個BIM更加廣泛地應用 在疫情過後 我們也都會更加努力地安排更多的訓練給同事 另外我們也都配置了超過100台可以用BIM的電腦 和相關的軟件給同事用的 在水務處的總部 我們有一個小小的BIM Center 裡面有3D打印機 有VR眼鏡有AR眼鏡 可以讓同事進行一些簡單的訓練 和其他部門一樣 我們也都成立了一個BIM的支援隊 去推動和支援同事做BIM的工作 我們這個團隊有6個成員 負責制定水務處的BIM的standard 推動BIM的相關科技 也都會協調部門以內 或者和其他部門的BIM相關的應用和合作 我們的軟件就是隨著經驗的累積 所有同事都可以做BIM的專家 自己去支援自己的項目這樣 那就減少對Support Team的需求 另外我們也都設置了一個網頁 就是方便同事可以找到一些BIM的資料 反應是非常之好的 我們運用新技術方面 就去幫助設計審查 例如應用這個虛擬實境 virtual reality去檢視設計 或者用mixed reality 混合實境的眼鏡去現場 嘗試看這個新設計和周遭環境的關係 可以幫助設計者更加仔細地去考慮現場的情況 減少對環境或者是附近人士的影響 我們也都研究用平板電腦 用抗爭實境or mental reality 的技術 在現場去看BIM的模型 不需要開鏡測量 不需要塗紙 就可以靠衛星定位 在現場找到喉管的模型 方便工程人員巡視地盤的 這些技術我們在CIC 2019年 建造創新博覽會 也都展示過給大家的 水務處應用無人機測量 監測地盤的進步 或者就是每個月的地盤平整的進步 就可以組織成地盤平整的點運 如果和舊的記錄比較 我們就可以找出每個月出來的數量 另外我們也都用點運去幫助我們製作 這個水管的進攻紀錄 那些exfield record 可以準確地記錄水管 和它周遭管線的細節 現在我們可以看一下 就是部分用這些新技術 是怎樣幫到我們的日常工作 上網工程一直與時並進 透過運用AR的技術 我們可以在工程設計做到即時的現場評估 Hide all Show all 透過應用AR技術 我們可以很輕易地檢視到我們的工程設計 看到未來水務處工程完成之後 和附近環境的關係 進一步優化水務處的工程質素 水務處現在研究採用擴增實景技術 在流動裝置上檢視水管的BIM模型 和水務設施的BIM模型 隨著全球定位系統或其他定位技術的使用 可攜式設備可以將實景和虛擬的BIM模型合併 水務處同時可以透過手提裝置 檢視在地下的水管 我們使用BIM和虛擬實景技術 為工地工人製備安全訓練 強化實景可向他們清楚展示工地危險 和適當程序從而減低意外比率 工程完成之後 新的設施就會成為水務處的資產 資產管理應用BIM 就是我們下一個要推動的工作 我們原有的資產管理系統 就已經用了差不多20年 現在我們在進行一個可行性研究 去建立一個新的資產管理系統 令BIM和AM系統可以互相交流 甚至連結實時監控和數據收集的系統 Skater 建立數位雙生 即是Digital Twin去管理這些設施 現在我們先處起一些項目完成之後的BIM模型 和它們的資產資料 去配合未來這個新的資產管理系統的使用 另外我們在完成了鋪設地下水管 也會做一套點雲記錄 同時也會記錄水管附近的設施 對將來工程掌握地底的情況就會有很大的幫助 單靠水務處自己建立資料庫 那個力量相當有限 所以我們很希望和其他機構一起去努力建立這個資料庫 長遠就對大家的資產管理都會有很大的好處 接著我們會播一個影片 就是希望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初步試驗AR技術 怎樣去管理抽水站的機電設施 也是在研究整合BIM和GIS的數據 在平板電腦上的使用 還有就是地下水管的點雲記錄 水務處正測試採用AR眼鏡運作我們的機電設施 可以在辦公室使用BIM模型作工作討論 也可以透過AR眼鏡現場檢視設施資料或數據 水務處嘗試將BIM和GIS數據結合 利用CTGML平台上瀏覽水管的BIM模型 對未來管網運作提供極大方便 水管工程完成後 我們會製作點雲記錄 並將相關記錄分類儲存起來 方便適時檢視水管和周邊管線的員工情況 水務處負責審批新建樓宇內部供水管工程計劃的 水務處負責審批新建樓宇內部供水管工程計劃的 方便設計者完成工水申請 方便設計者完成工水申請 現在申請工水 我們處方會審批工水工程的垂直水管佈置圖 即Vertical Flimbing Line Diagram VPLD 申請人如果以BIM模型設計樓宇 我們亦都希望業界可以用BIM去製作VPLD 這樣就可以減省繪圖的時間 我們打算在2021年 就開始接受IFC格式的BIM model 作為參考資料的 好處是可以更加容易地表達 和清楚地記錄一些複雜的工水設計 例如在水標房裡面的環境 而用IFC可以避免使用某一個軟件 對業界應該是更加有彈性的 在完成了水管工程之後 我們亦都希望申請者提供水管工程的BIM model 作為記錄 總結我們水務處應用BIM的經驗 我們覺得BIM在設計和建築階段 都對我們的工作有很大的幫助 尤其是促進了團隊之間的合作和溝通 也都幫助了工程人員 去了解設計和圖則的要求 另外也都有幫助我們用更多現代化和自動化的科技 令到整體的工作效率是得以提升的 展望未來 我們希望能夠加強BIM在資產管理和設施管理的應用 相信也一定可以方便到我們大家同事的工作 維修水務設施的 多謝大家 小臣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